进入逍遥园的园区 应用眼帘的别底主建筑 兼具日式及西式风格与元素 桌子有分访客和用源的通道 别底空间还包含书斋 寝室 大小石堂 富人室 吹市场 以及可以容纳180元的大防空豪等等 逍遥园别底的一楼 这个位置是大石堂 那另外一个空间是大防空洞 隔壁的那个大防空洞 它是可以容纳180人的大防空洞 然后这里面也有逍遥园的介绍则业 也很值得游客来这边索取 因为再过18年就逍遥园100年了 有两层楼高日志时期建筑逍遥园 一楼为RC结构 二楼为分刻横架结合木造与编竹泥墙结构 天花板有精致的硅甲状编织装饰 同时运用在逍遥园室内装潢的建筑木材种类 有台湾块木 幼木 竹材 庄木等十多种 其中还包含日式建筑会设置的精神柱 精神柱在日本旧建筑物里面 都会家家户户原则上会有一根 那代表一家之主 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品味经济力 那这样的精神柱不是裁切过的 都是木头的原件 它的原型来代表一个人的气度跟气节 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历史文物 还有那个比较日式风格的建筑 我们以前是在住眷村嘛 也对这种日式的建筑物很有 就是有那个感觉 因为现在都很可惜 因为很多古老的建筑都被拆掉了 当然啦 现在已经都回不到过去了 那也是带小孩子来体验说 小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住这样的房子 宣藏于热闹巷弄 拥有十大建筑特色的逍遥园 在战后被国防部陆海空军 第二总医院接收 作为军眷的居住区 曾经属于行园新村的眷设 因年久失修而有坍塌之余 在2010年被文化部登陆为 历史建筑后修护 适合细细走访 品味当地的人文历史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